男人总会有自己的爱好 爱豆腾 爱罗拉 爱姜妹 咱不管你是屌丝还是高富山 我们都有一项共同的伟大爱好 那就是爱面子 自古以来男人爱面子都是一种消耗信心 买单的男人特别深 所以男人聚餐时总是抢着掏钱包 以致撕破了 当男人开车走错路时 打死都不承认自己走错 为什么你走错了还不问路啊 这样走错了还不傻一球 所以在很多女人眼里 男人就是长大的孩子 据非正常普及 中国人口的男女比例是135比100 也就是说 十个男人当中会有3.28或是单身 等待多光 干爹出来 光棍军场 他们每一年都会有一天 成群结果地住在一起 相互做完 所以 有时候打麻将是一种非常正常的自我调整的方式 看到11月11号 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一直都四条 于是 这一天 被定为单身 光棍军 你还一如多 心 你还一样 就是这样 你在朋友面前丢尽面子为了躲避大家的目光 有时候不得已要到酒吧打练 不过也有一晚发生 比如 你的谎言被人揭穿 而且这个人竟然是你的前女 请 阿卡 怎么 你一个人了 记住 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比不醉前更清醒 因为接下来的内容 有可能会损伤你的尊严 不是啊 我跟他一起了 是吗 介绍一下 这个时候 你要做的就是立刻冲进血筋 等一会儿 拿出你的终极武器 整理好你的倦柔 对啊 你在出门的时候 说不定就会有一个绝世美女 突然滑倒在你的怀里 由此展开一段 良缘 你居然是个肥妹 没办法 脚活就鸡 知道当初为什么跟你分手吗 因为你太瘦了 因为你太瘦了 我去帮你帮他摊摊了 谢谢 别这样 加油 加油啊 我不会让这肯定伤害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